欢迎各位来到上海第一届 甜品大赛决赛的比赛现场 下面我将为大家隆重地介绍 入围本次决赛的厨师 他们是十七号爱豪餐点行政主厨 你说啊 这第一热结束之后 会不会一日聊啊 我说你嘴怎么这么嘴上 肯定不能啊 我跟你说今天必须拿名字 当然还有来自 肥油餐厅的李杰森先生 那么最后呢 我将为大家隆重介绍 大名鼎鼎的甜品之王 Garrett先生 掌声祝贺他 好的 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 粉丝比赛决赛的比赛规则 在这里呢将会有不同的命题 我们将会根据六位评委的点评 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 选取平均分 以及结合网络投票 来决定今年的甜点之王 现在我宣布 上海第一届甜点大赛决赛 正式开始 人生感悟 路上海第一届甜点啊 1百对 瞬间 转口 1百合 3百合 5百合 5百合 6百合 6百合 5百合 5百合 6百合 哦 我们的六十六号选手 好像出现了事故 请抓紧时间 现在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最后的十分钟 这个问题 不是 要是现在开始重新做的话 还来一些吧 每次在家里做啊 用很长时间的 这么多配料 应该来不及了吧 那现在怎么办啊 杰森 不要放弃啊 小女儿们 我好想吃冰激凌啊 现在谁要给我买一冰激凌 我会找到爸爸 等着啊 孙子儿子吃冰激凌喽 咋做的啊爸爸 果汁养了多 牛奶还有一些坚果 搞定 我跟你说杰森 你这辈子 真的 真的不适合当一个哲学家 你是个杰森 你 不要放昆了 您好想吃冰激凌 我看你 如果你不想吃了 咋做什么事 我说你 都不要担心了 那么 ziemlich 请参赛的厨师们按照顺序 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述 讲解一下 你的作品特点是什么 来自Fill High的李杰森选手 我们注意到你在比赛的过程中有些反常 好像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是吗 不过你还是坚持到比赛结束 按时结束了自己的创作 可是你面前的这个作品和其他的选手比起来 似乎有些过于简单了 我抽到的选题是 以人生感悟去做一道甜点 刚开始我有点懵 我在想 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今天我的女朋友也来了 倩倩 对不起 请允许我说出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光里 我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他们三个 跟我朝夕相处了十几年的好兄弟 但是在今年 我们四个都有了人生的转折点 我选择了跟他们分开 离开这座城市 所以今天呢 我想制作一道特别简单的甜点 来怀念我们已经逝去的青春 让时光重现 所以 我给我的这道甜点命名为 兄弟四人组冰淇淋 每一组冰淇淋 都代表着我的一个兄弟 首先我要说的是郭虫 他一直都是一个老实人 不过最近他好像开窍了 找了一个女朋友 比自己小十几岁 彻底地放飞自我 所以 代表他的这款冰淇淋呢 我用的是香草牛奶冰淇淋做外壳 但是我希望它的内力充满了爆炸元素 所以夹心我用的是甜苏打和跳跳塔 我希望它外表沉稳 但是内心越来越炸 突出它闷骚的核心 夏小菲 她是一个浪漫的人 永远热情似火 上窜下跳 好像永远用不完的精力 但是有的时候 有那么一点不靠谱 所以代表他的这款冰淇淋呢 我用的是重乳酪 和大量的动物奶油 我希望它的味道能够很浓郁 但是内力我用了最简单的食材 就是果仁 这也是我对它的期望 我希望 它外表永远热情似火 但是内心要更多一点地 它是一种稳重 稳重 踏实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大哥 童语 他是我们四个人中最优秀的一个 也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也算是我们四个人的主心骨吧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从小 家长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 长大后 女朋友嘴里的某某男神 我这么说大家都明白了吧 跟这样的人相处啊 很矛盾 有的时候你希望离他越远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跟他在一起 就会显得自己很惨 但有时候呢 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他 像他那么优秀 他外表看上去很刚强 但是他内心却很柔软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善良 热情 还有坚韧不拔的内心 所以代表他的这款冰淇淋 外壳 我用了浓烈的狼母酒作为调味 那里呢 我用的是软糖 包裹着热巧克力 当你剥开它冰冷的外表 你就能够品尝到 最浓烈的甜味 那么我就没那么复杂了 我就是一个简简单单 平平常常的普通人 所以代表我的这款冰淇淋 是最简单的牛奶冰淇淋 但是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他们三个包容着我 帮助着我 保护着我 所以我的这款牛奶冰淇淋里面 也夹杂着他们三个人的口味 以口味来分层 因为 其实现在的我 早就有他们三个人的影子 我们四个 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就是我的人生感悟 十五年的时光 四个人 四款冰淇淋 我说完了 好的 现场尊敬的各位嘉宾 各位媒体朋友 接下来就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 本场比赛的冠亚继军 就在我的手中 那究竟是哪三位甜品大师 会得到如此殊荣呢 首先让我们通过大屏幕 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支持率 根据网络投票 杰瑞斯先生的支持率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三 那我们的李杰森先生的支持率达到百分之四十六 高杰森第一 等等等等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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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冠军会是谁呢 他会是人气最高 被誉为甜品之王的杰瑞斯先生吗 还是来自菲尔餐厅的黑马主厨李杰森呢 获得本次比赛冠军的是 甜品大师盖瑞斯先生 掌声 祝贺他 行行行行 还有亚军 那 最后我要公布的是亚军得主 他就是 来自菲尔餐厅的李杰森主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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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又怎样 失败了又怎样 换下泪水我交代全手怎样努力 奔斗